那你来到香港一起体验香港过年的气氛 香港最大型的维园年销市场 是香港人每一年选购年货的热门地点 今年有不少青年学生推出许多的创意精品 现在就让我们到香港逛一逛 有好玩的 好看的 还有好吃的 像一口气逛完400多个摊位 可要量力而行 一连七天的维园年销市场 一直开到中国幸运的凌晨才结束 港人可以尽情的购物 今年有不少青年学子自行主队 异常做生意的滋味 推出各式副创意的产品 我们都知道很多可能富二代 家里有钱 他们就很容易创业 我们一班好朋友就希望靠自己双手 就可以在维园这里试试干一番事业 我们觉得不同的星座都可以在我们的booth 互相认识 所以叫声声双识 我们希望在这个礼拜上 我们可以赚到一个开 政治议题也是年销产品常见题材 由商户自行设计两堂之争的玩具 奉刺现任政府 我们这里有两组对话的 一个就是 你诶人 我绝对没说过 有一个对打的玩意在里面 就讽刺现任政府 又说没钱见 到现在都说没钱见 令到我们的信心都大动摇 适逢舍年 厂内也有不少舍年产品 毛公仔也是每年年销市场里面最热门的产品之一 看我后面追尽如山的毛公仔 总可以挑一个你喜欢的 除了干货摊位 旁边的年销花市也是港人喜爱的热点 有桃花 蓝花 干吉等各式年花 充满年节的气氛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 郑立军在香港报道